地藏菩萨说,这样做你全家都有大福报。 大部分人认为生小孩是为了养防老,延续香火传宗接代的需要,保障我们下半辈子的生活品质。 然而佛是这样戒毒生小孩的,是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,不用替我争门面,不用为我传宗接代,更不用帮我养老。 我只要这个生命存在,在这个美丽的世界走一遭,让我有机会和他,他,同行一段,是种极大的福报。 那么孕妇生产时该如何修复?佛教我们什么方法得到福报呢? 如果家人信仰佛法,能接受佛陀的教会,应该在怀孕时就读。 每天读一部的藏菩萨本愿经,或念一千生的藏菩萨名号,念诵时心意越真诚恭敬,福报就越大。 即使怀孕的小孩是冤家债主来抱怨的,怨结也能化解了,要在生产前七天,越早越好。 最好能在怀孕时就读诵,依法修行。 母亲心平气和,真诚恭敬,清静平等,对胎儿的影响就越好。 神识来偷胎会有念头,有波动,是故母亲其心动念,一切行为举止都会影响胎儿。 我们明白波动的事实真相,就知道其心动念对胎儿影响太大了。 母亲在怀孕期间,其心动念都是善念,心清静,胎儿受利益就大。 人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,孝子贤孙。 母亲在怀孕时,要含孝,尽孝,孝的波就会影响胎儿。 母亲修清静心,修福,真正让胎儿深深种下善的种子。 生产也本经有好处。 出生的小孩,过去要是造有罪业,今生要来受报,由于读经验菩萨明知功德,罪业就消除了。 小孩消除业障都要在婴儿时。 小孩业障消除,灾难也消除,自然豪养,寿命增长。 师兄们也可为有孕的家人,念诵男奴的藏王菩萨添加福报。 短短的男奴的藏王菩萨七字,却有助无量的大功德。 一,的藏经中云,若有男子女人闻佛零号,今生恭敬,或无量无边福德,超越四十节生死重罪,永不堕恶道,长生人天,受圣妙月。 由此就可知道,念男奴的藏王菩萨可服灭罪,不堕三恶道,得诸佛菩萨天龙护法毕生。 二,念男奴的藏王菩萨简单方便,皆可获益。 的藏经太长,不利被送下来随时念读,而念男奴的藏王菩萨就能随时为所作所看恶命恶行忏悔消除野暴。 三,念佛一生罪,念何啥? 念的藏菩萨称号时,我们就不会起恶念,口中不会造口叶,慈悲心生起。 当你称念的藏菩萨名号时,大抵之上的监牢的神级子孙都会来护持你。 称念菩萨名号即是方便之法,也能时刻提醒我们是心作佛,一心向佛。